好,同學,那我們現在來進行一個比熱的示範實驗 很簡單,我們把兩個不一樣的物質同時用相同的火 假設這兩個酒精燈是相同的火 我們見到他們一樣 然後呢,我們來加熱這兩個東西 看看他們的溫度變化是如何 假設他們吸收相同的熱量 那我們使用的是50毫升的水跟50毫升的油 那我們就同時加熱 那我們每隔兩分鐘、四分鐘跟六分鐘做一次溫度的測量 那麼現在的室溫是19度 那我們剛剛也量過了 這兩杯都是19度 好,那我們現在呢,開始點火 然後計時兩分鐘 請同學幫我們看一下那個 好,我們剛剛已經經過六分鐘了 十、九、八 好,大家做評數一下 我們剛剛預測水應該55 不過現在看一下幾度 二、一 一 幾度 六十 五十 五十五 看清楚 五十五 五十五,好,那油呢 一百零五 一百零五 好,OK,謝謝 老師,另外一杯 你還摔 不會破版 我一定會破版 可以蓋掉 可以蓋掉 真的破版 OK 那兩杯不要破版 好,謝謝 OK 所以同學 我們短短加熱六分鐘 然後我們看到的結果 還蠻接... 欸,不要碰喔 這個油呢 看起來沒有什麼很燙 可是其實它已經超過100度 所以 我們剛剛呢 發現呢 簡單加熱六分鐘 水大概到55度 可是油已經到... 105度 那我們把這個結果呢 做成一個圖表來表示 好,我們先用藍色表是水 一開始都在19度位置 好,兩分鐘之後它在28度 好,四分鐘之後在40度 好,當然實驗會有誤差 不過沒關係,我們就做個參考 六分鐘是55度 好,基本上還蠻怎麼樣呢 斜線 還蠻平緩的 對,是一個正比的斜線 好,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 所以水的溫度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水的部分 好,那我們看一下油的部分 油呢 欸,這兩個 酒精燈其實應該差不多啦 因為它的 裝的東西都差不多 好 那酒精燈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從19度開始 但是它是從 第一個兩分鐘是跳到這度的 38度 四分鐘的時候呢 四分鐘的時候呢 在50度 六分鐘在100 100 不知道去哪裡 大概是這樣子 還是油 好,我們會發現呢 誰的溫度上升變化比較大的 油對不對 所以正品來說 油的比熱是比較怎麼樣呢 其實是比較小的 因為我們說 比熱就是上升一度C所需要的熱量 對不對 一公克上升一度C所需要的熱量 那它可以上升這麼多 代表它需要的熱量 是相對來說比較少 它就可以加熱到很高的溫度 懂意思嗎 因為這個 假設6分鐘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們所收到的熱量應該怎麼樣 一樣多 對不對 假設同一個爐子燒的 那吸收到的熱量應該一樣多 可是溫度它變化比較大 對不對 它變化比較小 好,所以呢 這個是關於比熱的實驗 看一下比熱的公式是什麼呢 好,同學 我們上次做了一個比熱的實驗 我們把水 用質量的水跟油 拿去做一起加熱對不對 結果我們發現 相同的熱量 但是誰的溫度上升比較高呢 油對不對 雖然都是相同質量 也相同的起始溫度對不對 也相同的熱量 用相同的酒精燈 但是加熱的結果就是 油的溫度變化非常的大 對不對 我們才加了6分鐘 油就已經上升到 100多度對不對 可是水還在幾度呢 5、60度而已對不對 好,所以很明顯的 我們知道兩個物質不一樣的話 它的省收縮會不一樣 它的溫度變化會不一樣對不對 那這種差異 我們就把它稱呼一下 都比熱 就是比熱應該就是說 有些物質它很難加熱 好,那有些物質怎麼樣 很容易加熱 我們生活中哪些東西是很 很容易加熱的呢 鐵對不對 那個鍋子用鐵 一下子用很燙 沙子也是 好,那石頭、金屬對不對 金屬是特別容易加熱的 沒錯 那比較難加熱的什麼東西呢 就是水對不對 水是最難加熱的液體 當然有比水更難加熱的就是空氣 有一些空氣像是氦氣啊 那種是更難加熱 但基本上呢 所以這個石頭是物質的一種物理特性 我們叫物理性質 就跟密度一樣 每個物質都有它自己的固定的特質 那其中比熱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物理特性 好,那什麼是比熱呢 比熱呢我們用代號什麼呢 S S來表示 好,那它的命義是什麼呢 就是使 一克的物質怎麼樣呢 溫度上升 一度C 所需要的什麼 熱量 我把它稱呼一下就是比熱 好 好,這叫做比熱對不對 那像水 我們三個單元學過水 水呢 一公克的水上升一度C 需要多少卡的熱量 需要多少卡的熱量 水 一公克上升一度C 需要一卡對不對 所以它的比熱就是多少 1 好,所以水的比熱就是1 好,這個要記起來 因為水是最常用的東西 可是像鐵呢 我稍微講一下 像鐵 鐵塊呢 它一公克的鐵上升一度C 它只需要多少卡 只需要0.113卡的熱量 所以呢 它的比熱就多少 0.113 也就是說 你用相同一卡的熱量去加熱水 它只會上升幾度呢 一度 一公克的水只會上升一度 但是你用一卡的熱量去加熱鐵 它可能上升到九度 一除以0.113大概是九度 所以 我們就把鐵的比熱說是0.113卡 克 度C 這個我等一下會再仔細的介紹 好,所以我們 我們講完就是 比熱就是 一公克的物質 上升一度C 所需要的什麼 熱量 就成為一卡 這是定義 所以定義就是要怎麼樣 直接把它記起來 因為這是科學家 給出來的最容易記憶的定義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公式 所以一樣的 比熱 S 這等於熱量的代號是什麼呢 我們用 H H H 然後質量什麼呢 M 好,除以質量 乘以什麼呢 溫度變化是 Delta P Delta D 好,所以它的比熱的公式就是這樣 好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邊呢 熱量的單位我們是用什麼 卡 對不對 是用卡 然後呢 質量的單位是用什麼 克 通常都是用幾公克 對不對 那這是什麼 變化都變化什麼 度C 所以同學 如果你不小心在考試的時候 忘記了公式 那怎麼辦 很簡單 你只要 因為考卷一定會考比熱 對不對 那比熱它要講說 這是比熱 它通常會給你一個 數字對不對 它一定會寫 它的單位 對不對 所以你從單位 可不可以看出這個公式 可以嗎 單位是什麼 所以比熱單位就是上面分母 分子放卡 對不對 分母就是克 分子放卡 成於什麼 度C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單位 其實它就告訴你 比熱的公式了 對不對 比熱的公式 就是上面放分子放卡 熱量 分子放功克 成於什麼 度C 變化 溫度變化 好 所以這是一個物理的 很有趣的細節 就是你看單位 你就可以知道公式了 所以你單位 所以你其實公式不用死 你只要知道單位 就會知道公式 好 那我們再把這個 比熱呢 這個整理 我們把這個 H寫出來 所以H 熱量 就等於什麼呢 把M跟ΔT 乘過去 會等到什麼 S乘M 乘什麼 ΔT ΔT 所以就是M 乘以S 乘以ΔT 或是SM ΔT 都可以 這是順序沒有差 所以我們剛剛說過 H就是 它的單位就是 卡 好 H的單位是卡 然後呢 M的單位是克 然後呢 S S的單位比較特別的是 卡 卡 除以克度C 乘以克度C 好 那溫度變換是度C 好 水丟到D的單位就是度C 好 所以這是關於 比熱的基本性 基本的性質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 比熱有什麼樣的現象 我們剛剛說到 水很容易 很難加熱 可是鐵怎麼樣 很容易加熱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比熱有什麼性質 好 比熱有什麼性質 好 第一個 好 現在講的是 第二點 第三點 比熱的性質 好 第一個 不同的物質呢 它的什麼會不一樣 它有固定的比熱 像水的比熱就一定會到 1 固定就是1 不會別的 所以不同的物質呢 它有它固定的比熱 不同物質 有固定的比熱 像鐵是0.113 那這個水是1 所以這叫做固定的比熱 OK 所以這個很容易解 就像不同物質 它的密度也不一樣 對不對 就是物理性質 但是呢 同學 水雖然是 欸水 可是水有機有狀態 我們說水有三態變化 哪三態呢 固液氣 對不對 有水 冰塊跟水生氣 那冰塊跟水生氣的 比熱跟水的比熱 有沒有一樣呢 答案是不一樣 所以不同狀態 雖然同一個物質 可是不同狀態 它的比熱有什麼樣 欸冰也有比熱 應該覺得冰就是 沒有比熱 冰也有比熱 所以 同物質 不同狀態呢 它的比熱也不一樣 所以冰的比熱跟水的比熱 是不同的 不同物質 欸 同物質不同狀態 這邊講的狀態是指 物、液、氣之類的 這種狀態 三態變化 不同狀態呢 它的比熱也不同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其實不同狀態 代表它的分子的排列是不一樣 那就會影響它 好 那麼呢 第三個 欸那如果 同物質 又同質量 又同狀態 那會怎麼樣呢 欸 應該說 同質量 同質量 這邊講的是相同質量的物質呢 不同 不同狀態 欸不同 好再講一次 同質量 不同物質 比如說 一杯水 跟一杯油 嗯 質量都一樣 但是比熱越大呢 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像水就是比熱比較大 欸 我們那邊加入水有什麼現象 比熱大的人呢 它比較難加熱 也比較難什麼 冷卻 冷卻 所以叫做難 難冷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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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難加熱 也很難降溫 水有可行 但是呢 比熱很小 像沙子 或者是像那個油 它怎麼樣 易冷 易熱 容易加熱 但是也容易怎麼樣冷卻 所以比熱小的呢 比熱小的相反 這個 易冷 易熱 那同學 你們有去過沙漠嗎 你們有去過沙漠嗎 不過呢 我們可以去海灘好了 海灘有很多沙子 基本上呢 像沙漠 為什麼 這麼的溫差 你們知道沙漠溫差很大嗎 白天可以上升到四五四度 可是到了半夜又怎麼樣 下降到零下十幾度 你想想像對不對 又突然很熱 早上明明的很熱 晚上又冷得要命又結冰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沙子的比熱非常小 但是呢 同學我們台灣不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台灣是海島對不對 我們有 我們周圍 台灣的四周圍都是什麼 水 所以其實呢 水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因為它可以調節什麼 氣候 調節溫度 那為什麼沙漠的溫差這麼大 因為它沒有什麼 沒有水 它只有沙子 所以它 亦冷亦熱 所以半夜是零下的 然後 白天又四五四度 可是呢 反而有水的地方呢 溫差變化就比較怎麼樣 比較小對不對 所以 大部分有沙漠都在內陸 就是 沒有辦法有這個水分來調節 好 所以這是它的這個特性 好 第四個 我們剛剛同學有提到說 欸 底熱比較小的就是金屬 金屬的底熱是比較小的 金屬的底熱量比較小的 那水算是你們生活中會接觸最大的物質 底熱比較大的物質 金屬的底熱小 所以金屬都會拿來做什麼 做什麼事呢 可以做鍋子對不對 鍋子很容易是加熱 你要烤 我們要烤肉一定是用鍋子嘛 你用鐵鍋 金屬的鍋 好 你不會用木頭做鍋子嘛 就是燒掉 好 好 我記得我之前有一陣子 我在測試一個叫做紙 有沒有聽過紙 紙火鍋 喔有 就是 它就是 用一種紙嘛 因為類似那種不會漏水的紙 然後底下加熱 可是紙不會燒掉 為什麼紙不會燒掉 那個比較 因為裡面重點是裡面有水 因為水會把它熱怎麼樣 吸走 所以 因為水要沸騰又要很久對不對 所以 紙雖然被加熱 可是它馬上熱量就被怎麼樣 被吸走了 所以它就不會燒起來 我自己就回家用那個卡紙試了一下 結果開始在漏水 結果我都洗了 就很難試啦 因為那個紙要買那個 它有 鍋一層膜 你知道嗎 對 所以我發現還蠻難做的 可是它外面還是有 對 底下有 就是底內層有鋪一層防水的部分 所以 反正就是 紙 可是我發現紙真的很難加熱 因為它傳導效果不好 知道嗎 所以 你要煮很久才會 才會滾 這樣子 那是 它那個太陽下面的海灘 海灘 很淺的水 然後沙子 那沙子熱還是水熱 沙子如果在水裡面就會變涼 因為它不會被加熱 因為它 那是陽光有照到沙子 對 可是因為它水會把力量把熱帶走 因為水很容易把 因為水要很難加熱 所以 就像一塞冷天水還是涼涼的 那沙子就會被水 它的熱量被水帶走 因為水是低溫嘛 好 所以這是 這是關於比熱的性質 好 那麼呢 比熱比較大是水的 就是水 所以水的比熱 基本上比其他的物質要大 水的比熱多少呢 水的比熱是1嘛對不對 水的比熱比較大 大於其他物質 通常比其他物質 那它是多少 1 8 2 1 1 好 這是水的比熱 它單位 1 好 比其他物質大 那它溫度變化很小 所以它可以用來調節氣候 那我們人也是一樣 我們人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喝水 所以 水可以幫助我們維持體溫 你的水分如果充足對不對 基本上你的體溫就不會變完 所以人家說感冒要多喝水對不對 因為你怕你發燒 發燒過頭 所以把你的身體溫度降下來 比較不會發燒 好 好 那這邊我底下有講到一些常見的 固執的比熱 比方說 金屬裡面呢 比熱比較 比較小的是誰呢 像是 金對不對 0.031 就是很容易加熱 那切比它小一點 所以呢 黃金的比熱很小 所以如果用黃金做鍋子應該蠻好用的 不過黃金會融化 就是 不過你們家裡如果有錢的話可以用黃金做鍋子 太奢侈了 太奢侈了 好 那非金屬相對來說比熱就比較大一點 好 OK大概0.5以上 好 所以這是關於比熱的性質 好 卡料 好 谢谢大家